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朋友们平安 今天要分享一下如何祷告 路加福音十一章 在这一章里面 耶稣有一些经文教导我们祷告 第一方面 就祷告的内容来讲 我们祷告都要有哪些内容呢 在这里耶稣给了我们一个主祷文 主祷文是耶稣教导我们 祷告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 耶稣说 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 愿你的国降临 这句话愿你的国降临 我们如何来祷告呢 我们在祷告里面可以说 主啊愿你在世界上掌权 或者你可以说 愿你在我的社区掌权 或者你可以祷告说 愿你在我的家中掌权 或者你可以祷告说 愿你在我身上掌权 当我们祷告说愿你在我身上掌权 我们就是祷告神的国降临在我身上 当你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在我家中 你就是在祷告 愿你在我家中掌权 谁不需要神来掌权呢 另外呢在主导文里面 耶稣也教导我们祷告说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很多人不明白说试探怎么可能不遇见呢 我们处在一个处处都是试探的一个世界里面 所以这句话呢 又有另外的翻译 我看了起码有三种翻译 其实翻的都不错 有一种翻译 现代中文译本翻译为 求你不要让我们遭受承担不起的考验 有时候我也会这样祷告 主啊我知道人生一定会受考验 但求你不要让我遭受我承担不起的考验 你知道我有多少的力量 受多大的考验 上帝就是这样的 在创世纪22章 上帝给亚伯拉罕一个最高的试验 可是要他献上儿子 不过圣经是怎么说的呢 圣经说这些事以后 耶和华试验亚伯拉罕 这些事以后 表示亚伯拉罕已经经历过许多的试验 最后呢他才经历最高的试验 上帝知道 他不会叫我们所承受的 超过我们所能够受的 所以我们在祷告里面 我们可以祷告说 主啊不要让我遭受承担不起的考验 那这句话 不要叫我遇见试探 另外的翻译是什么呢 另外有一个翻译是 求你不要带领我们 求你带领我们不进入试诱 也就是求主带领我不进入试探诱惑当中 带领我绕过他 带领我脱离他 另外还有一种译本的翻译是 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 我们可能遭遇试探 但求主不要让我们陷进去 不要让我们深陷进去 不能自拔 我相信这些翻译都是很好的翻译 都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祷告 就内容来说 主导文 各位可以翻开路加福音11章 前面一段经文 将它背起来 以后就可以用主导文化开来祷告 这是非常好的一种祷告的方式 另外一点呢 就祷告的态度来说 耶稣讲了一个比喻 说有一个人呢 有一个朋友去他那儿 半夜去他那儿 那怎么办呢 他家里没有东西可以招待这个朋友 结果他就起来 然后呢 对另外一个朋友说 朋友啊借给我三个饼 因为我来了远方的朋友 我没什么可以款待他 那另外一个朋友说 我已经睡了 我跟孩子已经在床上睡觉了 不要来烦我了 我不能起来给你 但是这个人却情词迫切的求 一定要给我 一定要给我 说白了 有点好像是填不支持的来求 结果呢 那一个朋友就起来 把他要求 把他要求的三个饼就给了他 然后下面有一节经文说 耶稣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你们求必要给你们 你们找必要找到 你们敲门 门要为你们打开 根据上面这个比喻 我们就知道 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九节的求 是一种情词迫切的求 是一种不住的求 找也是一种不住的找 情词迫切的找 敲也是不住的敲 这段话呢 其实就是教导我们 很多人不理解这句话 因为忽略了这句话 前面有个比喻 他们认为我求了 为什么神不给我呢 我们求除了要照神的心意求 不可以忘求之外 如果我们求的是神的心意 是我们的需要 那么我们还要一直的求 迫切的求 这样我们就会得到 我们所需要的 也是合神心意的事物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下面还有一句话 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 耶稣说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我们的天父呢 其不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嘛 我们等候圣灵 追求圣灵充满 为什么有效呢 因为神知道 把圣灵好的赐给我们 圣灵是非常好的 圣灵是三位一体 第三位格 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 是我们所相信的信仰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父母 我们都知道 拿好东西给儿女 我们的神更加知道 他知道要把什么好的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对神要充满期待 每一次我们祷告 都要充满期待 如果你不相信神迹 神迹怎么可能发生呢 所以如果你连奇迹都不会相信 就不会有奇迹发生 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神要有信心 以及期待和渴望 另外我们祷告的人 不只是口里面祷告 我们的生活也要跟上 也就是说 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祷告 要平衡 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所以在路加福音 第十一章的三十八到三十九节里面 提到 有一个法利赛人看见耶稣 吃饭之前不先洗手 就觉得非常诧异 今天我们不会吧 我们不会非常诧异一个人饭前不洗手 但是这个法利赛人非常诧异 因为他把饭前洗手提升到 升华到一个很高的位置 认为这就好像心灵的解净一样 主耶稣就对他说 你们法利赛人把杯子盘子的外面洗得干干净净 里面却成满了贪欲和邪恶 也就说 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 他们外面和里面不平衡 一个祷告的人一定要平衡 生活和我们的祷告平衡 我们的祷告可以很虔诚 我们的生活也同样要流露出虔诚 这样我们的祷告 才蒙垂听 恶人的祷告 上帝是不会垂听的 所以这一点呢 非常非常的重要 最后呢 有一段话还是要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我们平常也要注意我们的说话 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的五十三到五十四节 有这么一段话 说耶稣从那里出来 文士和法利赛人 就极力的催逼他 引动耶稣多说话 私下窥听 要拿耶稣话语的话饼